等腰梯形等腰 AB等于28 C珠等于8 梯形面积是这样 氏球它的中线长 这个我们刚刚就有说了 这个梯形的面积 梯形的面积会是中线长 去乘以高 C珠是8 AB是28 可是它没有跟我们讲高 对不对 也没有跟我们中线长看得出来 因为一个是8 一个是28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梯形的面积是270 中线的长度是8 8加上28除以2 再乘以一个高 这个8跟28再写一遍 等于36 2再乘以来取 这里会是16 18 2乘以18 36 那么高呢 就会是270 去除以18 92 30 所以呢 高就会是等于15 你知道高就会等于15 中线长 一下子算太快了 8加上28 除以2 等于2分之36 会等于18 中线长呢 会等于18 梯形的腰长 高是15 这个地方是15 高是15 这里是8 上底是8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8 这个长度是8的意思 再来是 这里已经算过了 把它插掉 底边啊 底边是28 28减掉8会等于20 那么因为它是以一个等腰梯形 所以这里分到的是10跟10 这里是不是就有一个直角三角形了 它在问的腰长指的是这个长度 这里的长度 好同学开始了 哦 K形的腰长 用三高定理 三高定理 来写一下三高定理 这是斜边嘛 15的平方再加上10的平方开根号 所以是根号225加上100 所以就会等于325 根号325 那么根号325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这个做一下 我带你们再做一下好了 因为我如果说你之前的东西没有学好的话 我们现在还可以再做一下复习 我帮你复习一下怎么样去去根号 我们弄红色的325 我们一般要这个根号这个简化的时候 一般是用短除法 短除法要怎么短除法呢 就找这个直音数 直音数235711 这里呢 你看到的就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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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 15 5 25 好这里你还是看到5 5 1 5 5 35 13是直数了 所以这里5开出来 根号里面是13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腰长 5 根号13 好算完了 好 那么 比赛 用刀封起来